达兰部部落是拥有欧盟国际有机认证的农业六级化产品加工人民社团协会 今年将设立稻米烘股场拥有多项国际及国内认证 而达兰部部落在民政小组考察新增中 他也提出了多项需求 尤其是在稻米烘股场的建筑执照取得上已经延宕很久了 希望民政小组可以给予帮忙 达兰部部落是拥有欧盟国际有机认证的农业六级化产品加工人民社团协会 今年将设立稻米烘股场 拥有多项国际以及国内认证的达兰部部落 民政小组也特地来到农产品的生产基地进行考察行程 以了解部落目前在农产品发展的设施设备需求上的问题 我们协会成立的目的 我们协会已经在民国95年成立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案子里面 在当初我们整个部落里面在做经济产业的部分 往往受到就是销售 或是在很多相关部 很多的问题就是引人而生 必须要成立一个协会来去协助整个部落 包括就是几乎有两年的时间 根本部落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 有效的那个把竞产推销出去 那时候我们就在心里在想我们是不是整个部落里面要转型 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部落里面的土地因为都不是研宝地都没有钱壮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转型 转型也不能转型 因为你现在做有机认证的部分 必须要有钱壮 才可以做有机认证的部分 那时候整个包含上坡地 包含黑暗部落的土地 都是顶物级的土地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 只好转国际做国际认证的部分 多位议员在听取简报之后 也都表示对于协会在农特产品的发展 并且找到青年回向发展的机会表示肯定 也都愿意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上给协助 这一次来看到这个达安妇这个部落 把你们发展的这三项的就是三宝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县政府农业村应该还有 还有更多可以着力的地方 因为否则感觉起来 从预算从那个我们在省预算的时候看到 就都是协会自己在做这件事情 那听简报也是有这种感觉 社区理事长在简报说明之后 也带着考察小组走访了生产基地 让小组成员体验采端木香菇 以及制作竞争的过程 而考察小组了解到目前在相关设施的建设 初期所遇到的建筑执照申请问题 我们听到刚刚的这个简报 觉得一个民间的团体要做这件事情 一个部落的组织 那要部落成员大家有共识 有凝聚力有相信力 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 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个辛酸这个过程 我相信是只有在其中的人才能了解 那真的除了这个部分的计划案 还有其他相关计划案的执行 那这个真的需要我们在地 我们的部落青年回来 我就看到这一点就是 我们很希望很多的在地的青年 投入在公共事务 那还有一些吸引外地 去青年能够返乡回来 一起做部落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部部落这一点做得很好 我们一定会继续支持 目前部落在季节上盛产的是断木香菇 而稻米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 不过在相关建筑执照的取得上 一直是该部落所遭遇到最大的困难 议员在听取简报后 也表示会给予协助 让部落发展能够更稳健 并且能够让青年回乡 有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记者林杰不离乡采访报道 记者林杰不离买 记者林杰不离买